柯文哲一定會選2020 對 如果是柯文哲跟 他說柯文哲一定選不上 一定選不上 這句一定要補充一下 所以時間 如果是柯文哲跟王金平 你挺誰 你應該說柯文哲 王金平 還有我們蔡英文 你沒有中了陷阱 我倒是覺得 其實王金平是後世看仗 吳敦義是 因為吳敦義善於使用暗器 暗器越怪 死得越快 阿瑪英九是還沒上馬就落馬了 大概剩下應該就是 朱立衡跟王金平在整個 在我的看法 會配在一起嗎 不會 王金平這個叫老王復仇記 因為一方面他要來 對他過去在政治上 他被妖魔化的部分 他受到很多扭曲 他想在他有生之年 他政治的最末端 他想用這個一方面來澄清洗清自己 二方面他也讓社會知道說 他不只是造王者 這個老造王者 到最後造的王會是他自己 不過他宣告說只做一任 這一點導致是很好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王金平在國民黨內 算是一個最具本土思想的人 我記得我當立委的時候 我對他有一點我是滿感動的 當時整個藍色的 全部都反對軍購 把軍購罵到一無是處 王金平當時當院長 他有一句話 我覺得他講得不錯 他說不管怎麼說 我們藍綠我們共同在台灣這塊島上 就算台灣要跟人家談判 他這麼講 他說我們自己有實力 有基本的國防才有得談判 我覺得這一點 他是當時在藍軍裡面 一軍突擊 是我認為比較有本土思想的人 為什麼我說吳敦義 很糟糕就是這樣 吳敦義現在被逼到說 因為這民主的浪潮 人家民調最後一名你還罵他 對 因為我想說 他該出局的時候就要出局 他是被民意逼到說 這個總統這個大會 即便國民黨推出的人選 也是必須要比武招親 你不能在那種 私相授授後 指父為婚 指他不行 所以他趕快 他要去搭一個擂台出來 就是定這個黨內遊戲規則 可是他遊戲規則定得很奇怪 就我講了 他自己就藏了一堆暗器 什麼美國的什麼各州的那種初選 什麼黨員兩票 一般非黨員一票 這種奇奇怪怪 對 我覺得這種美式初選 也因著美國50州有不同的選法 所以他用這種引經據點的方式 幫他自己藏暗器 就我講的 暗器越怪 死得越快 所以到最後我還是認為 只有王金平可能會挺進到最後 後世看長 我跟世間兄難得有意見一致的地方 就是柯文哲一定會選 而且一定選不上 請主持人不要再露那一句 因為柯文哲昨天他講 他說除了統獨意識形態 他看不出來藍綠有什麼不同 這個我是覺得不太好 是他組不一樣的政黨 對 所以柯文哲他昨天講 他除了統獨意識形態 他看不出藍綠有何不同 這個講法我覺得對藍綠都不公平 所以我自己發明了一句 除了標榜白色 我看不出來柯文哲跟藍綠有什麼不同 再來一句 柯文哲他經常講這句 他說垃圾不分藍綠 主持人我還是要補一句 垃圾其實不分藍綠白 白我也把它算進去 剛剛這個事件兄 他講到王院長部分 其實我是非常有意見 我有備而來 我給大家看 這是2015年的柯建民 柯建民說民進黨 2015年總統是馬英九 他說民進黨有效運作朝野協商 協調整合 配合議事策略 才能把馬英九徹底擊垮 我請教我們聖喉嚨的觀眾朋友 誰跟柯建民理應外合 誰跟柯建民一搭一搶 不然柯建民那時候 國民黨是過半 你怎麼有辦法 把馬英九徹底擊垮 為什麼 所以剛剛主持人已經講 那個梅長書 我說誰是梅長書 梅長書當是一個戲劇的角色 得梅長書則得天下 應該梅長書自己出來選才對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我第一個薪水 就是我希望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第二個我對面兩位 我比較抱歉 我不是要吃他們豆腐 我希望是鄭麗文或是江啟成 或是昨天那一個 昨天我沒來 那個我先看 蔣萬安 我希望是 如果韓國瑜真的沒辦法選 整種主幹 你露了王玉銘 你這樣很尷尬 這是一個天坑 我希望國民黨的眾生出來選 柯志恩 王玉銘 江啟成 鄭麗文跟蔣萬安 沒有點到名的我很抱歉 我只要你們比王金平年輕一輩 而且剛剛給名 沒有照這個排名先頭 沒有 沒有照姓氏筆劃 就是說另外一個 一個generation的這樣的選 我都很贊成 我不是對王院長不好 我幫他安排一條路 這個是誰 這是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這個佩洛西 這個是最近很紅 他今天跟川普對幹 他以前就當過眾議院的議長 後來現在又回國 所以我為什麼拿這個 佩洛西當例子就是說 我覺得王院長他現在說 我要選 我要選 然後很多造勢的活動 很像他真的要選的一樣 可是這樣子會讓國民黨候選 每個人都需要王金平 因為王金平有陸軍 他有地方派系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王金平 王金平他跟 我現在你們來求我 讓我回去當立法院議長 我覺得王院長 如果跟這個佩洛西一樣的話 也未嘗不可 但他如果要出來選總統的話 那請他先回答 剛剛柯建民那段話 到底是什麼意思